《封禮》 謝謝各位今天在這個風雨中 來聽這一堂課 那今天所要做的報告是我在 賀爾辛基 奮南賀爾辛基還有法國巴黎 去親自體驗他們的一個DP去揣一個實況 然後把一些這個 微小的經驗來跟各位做個分享 首先我想先來請各位看個影片 這是中華電視公司在 2005年的一個電子展 所做的一個DPH trial的一個影片 這是在2005年一個數位電視應用管裡面 那時候我們是跟中華公司合作 那這個小姐手上拿的就是七七葉 就是目前在台灣每一次的DPH trial 所看到的 當然在國外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種形式 不過在台灣就只有那個 Nokia Nokia這個款式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 它是一個插卡式的 類似一個PDN 然後插一個Deepcon的一個Chimp 事實上在公司 在最近的一個展覽也是用這個樣子 它這個770算是 它是用H.263 還沒有多到H.264 所以它的那個螢幕的解析度 並沒有像我現在這麼好 只要你一次說H.264的話 大概可以做到QVGA 然後它有一個那個方形叫NPAVC 我想這個NPAVC應該 上一次的我們那個大龍通訊所洗所長 應該有稍微做個介紹一下 我想就不要在這邊 對這個工程問題做太多的探討 那現在各位所看到的這個影片 事實上不是從我們公司播放出來 它是用一個行為的 在現場畫一個發射機 另外一個條片 然後透過一個小型發射機 然後這個影片呢 事先都是先拿到Nokia那邊去鴉片 我已經放在那個 它的電腦裡面 那再次來介紹一下這個PDA 就是台灣最先開始的 這是我們跟高興公司合作的 用PDA 然後用一個DAIR的一個 一個PDA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旁邊 我等一下再來介紹一下 旁邊有一個那個DBBT 事實上我們公司除了做DBH之外 還有做一個DBBT的一個Data Testing 之前在台中工程上面可以看到 對的一個分割畫面 那事實上以目前來講 現在各位所看到的這個BTV 台北市的BTV 其實它跟我們比起來 它算是比較落後的 我們大概在兩年前已經在台中工程上面 做那個DBBT的一個行動接收 然後配合它的這個GPRS的這個 GPS的一個爆戰系統 所以台中工程 我在這邊講一下 因為台中工程它事實上 就是DBBT的行動接收 加上GPS的一個爆戰系統 其實它是領先全國的 比目前的這個高雄市工程 它還要先進 那可是因為它要share 我們公司的一個平關 那我們公司因為也沒跟它charge 所以這個case到今年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就對戰告一段落 不然事實上 這個case來講的話 其實它可以結合原性的一個商家 做出一個BTS model出來 只是說誰要出來領導這個 budget 不然的話其實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新的 可以跟沿線商家 比如說周年慶 或者做一個廣告的一個合作 那很可惜這個模式沒有做錯 那因為電視公司的專長不在這邊 那我想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那有人來講說 最近行動電視規長的熱能 那想說 為什麼你不用UMTS 所以UMTS是3G嘛 3G PP 那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因為 以3G來講 第一個它的價格比較貴 你第一個要傳輸貴 第二個要使用貴 而且它是一對一 那4G的的話 來講的話它是一對多 你只要有這個取得 Anytime any way 你都可以收得到 而且它不會三生 可是3G PP 我想大家有問到3G的人都知道 或者說有問到大哥大人 你每次碰到跨年碼會的時候 我相信 這跨年碼會的地點附近 大概電話都打不到 因為它會抓地 所以那線路最擁塞在那邊 所以可能 每個電話可能都撥不出去 可是ForCast的話不會 因為ForCast它透過一對多 而且你在空中接收 根本沒有這個頻繁的問題 那第二個要講到說 為什麼不用DBBT 因為我們現在的壓縮格式不一樣 DBBT它的 主要用AMPEC2的壓縮格式 那未來就是手機電視 會用H.264 那相 以這個來講的話就是 我一個 目前的電視節目 6MG來講的話 我大概可以做到30個 30個DBH的一個圈 所以在經濟效益來講的話 那個差別蠻大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是 以這個MARNIT的尺寸來講 一個是很大的一個MARNIT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QBGA 320、240這種小尺寸 所以經濟效益來講的話 其實我個人還是蠻看好的 看好這個 就是手機電視 未來在台灣裡面發展 那第三個 有人講說 那為什麼不用 Mobile TV用DAV就好 事實上 我想 之前的老師應該有講過 因為DAV它的 BandWiz 頻寬滿窄的 1.5Mb 他我 我聽說是最近因為 你DAV6Mb 裡面 他要限定你 有一半可以傳輸VD 另外一半要做 Audio跟Data 那我想想看 你750K的東西 你要傳輸 傳輸VD的話 你用128的話 當然是可以再傳送 4、5個節目 可是你在 123 來考量的話 因為DAV不是很普及 爸爸的Receiver 那 我有時候跟手機業者 在聊天的時候 光做一個這個DAV的Receiver 我想 很少人因應這樣做 因為經濟效率不夠大 而且這個又貴 就好比說 現在有人在推DNV 但是DNV TDNV的話 我想在韓國大概比較行的 在台灣 可能這個TDNV 我想要做起來一個 不敢講說 不可能啦 但是 有一點難度 那接下來是跟各位 介紹一下這個 所謂的ES機 那EP機 大家可能比較 常訂到 上週五 上週五到中家 去參觀的時候 有人就提出這樣 因為 其實它那個 就是所謂的 約束program guide 實際上 它的那個 User介面做得蠻不錯的 因為 現在 讓你覺得說 好像你在跟電腦在玩遊戲 那 在這個DBH裡面 我們是把它稱作為這個ES機 那我現在做的 這個plantation 是我在 賀金基 那賀金 在770年 我們現場看的時候 它有四種語言 變成說有 群體中文 繁體中文 芬蘭文 跟英文 那時候 因為 最後 我一秀一段影片給各位看 那時候 台灣剛剛有七個人 七個人到 接受Lokia的邀請 到芬蘭去參觀 他們這個 DBH的trip 事實上 在明氣之前 我對這個DBH 只是一個概念 那時候 剛好我們公司在推 但是 因為 你沒有 沒有親眼看到 沒有實際體驗 所以你也 無法想像 DBH究竟在台灣 如果推的時候 究竟 它的情況是怎麼樣 雖然說 從學體上面 或從工程上面來講 它是 比現在DBBT好很多 可是 你總是要演藉為平 後來我去看了 不管在Mobile 或者說我在船上 有時候在Hotel裡面看 那時候我看了以後 我會覺得 不然都能夠做得到 台灣環 有什麼做不到 當然我想 我最後我等一下會慢慢介紹 有一些門檻 然後 台灣目前的劣勢在哪裡 我想 我等一下拋棚的人 會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目前 我想在使用手機的人 最concent的一點就是 電池 它的容量不夠大 尤其你要看影片的時候 那容量可能是 更是我們 這個關係的重點之一 可是它這部770還好 因為它有 有那個MPFVC 所以它 基本上 可以達到一個 省電的功能 那它幾乎有這個 大概 那個電充飽以後 大概可以用到三個小時 那它這個 我把它看一下 好像是1800mAh 每小時 所以它那個電子 因為它的體積蠻大的 剛才可以看到 它體積蠻大的 所以它的電池 才能夠耗對耗到三個小時 其實也不容易 那另外它的省電 就是說你不用的時候 它自動在那個 screen上面再把你鎖住 然後 它這個有一個特點 因為每天 每天一早開機的時候 他們進去搜尋 去把今天的這個ESG 登錄下來 所以每天去做一個更新 我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覺得這部 這部真的不錯 可是我想 我下半端會介紹一下這個 Sagi 就是在巴黎的一個Trial 我相信它的那個 各種performance 會比這個Nokia還好 但是我想講這句話 也許有些不同意 因為Nokia算是第一代的產品 H.263 它也有一部機器到N92 它N92 它N92其實就是要做H.264 只是說現在還沒有正式的一個launch 那Sagi Sagi它是 這部手機 它也是從另外一部手機 改過來的 那我曾經問過Sagi的人 因為今年年初 我到法國去法會的時候 我問Sagi的人說 很多人都是用PDA Building一個 外插一個cheap state 那我說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去發展 把這個整套東西 就Building在裡面 然後他給我一個回答 我覺得也是蠻 中國人跟外國人不一樣的地方 他說 這是我的經驗 我以後在業界要推出這個時候 別人大概就完了一步 所以他在開發這支手機當中 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時間也蠻長的 那我說你總共花了多少錢 基本上他說這是公私秘密 他就不講了 而且我這次見證到 法國的一個非常 可愛也非常厲害的地方 完全沒有政府的補助 就變成說不管你是 TV station 或者傳輸公司 甚至 operator 完全沒有 就是政府完全沒有補助 法國的學生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 他們竟然還有五大廠商 願意這樣子挺身而出 為這個華球的人去 真的去做這個串 而且要做差不多 將近半年 那我覺得 法國人這一點就是蠻值得 我們去勤聘的 那這次我們 再分享看到 我把它拍下來 因為他第一次看到 有一個中文的介面 之前都沒有 之前七七一年在台灣的時候 也是都是英文介面比較多 我去的時候剛好碰到 第十屆世界運動檢標賽 在奮南進行 所以我去的時候 事實上警衛也蠻深遠的 那在機場裡面 因為平常大概也 中國人很少到 所以檢查也蠻嚴格的 因為他說去的人 都是世界上知名的運動員 所以每個人都問得蠻詳細的 所以每個人都問得蠻詳細的 那有人在講說 我怎麼接收 怎麼沒看過他的天線 其實他的那個天線 他的模組就在那個邊面 其實他這一塊裡面 他是把它畢列在裡面 讓我們也看不出來 他的天線就在這邊 就是他的天線的這個 沒這塊背板的話 你只能當作一般手機使用 那奮南是事實上第一個 在從事這個DPTRI的一個國家 他目前人口大概有510萬 然後他大概有240萬的收視戶 然後Telizio有140萬 事實上他Cable 其實他在這邊看到Cable 他其實蠻多的 那另外他也有3個來 那每一個家人 大概有1.6個的那個電視機 但是因為他是自播分離 講到自播分離 我想台灣未來可能也走向這個 這個網民 自播分離 另外一個就是他有收視會 因為他有公共電視 所以以後台灣是不是會走這樣 我就不清楚 但是他有一個 每年要加160塊錢的歐元 那目前來講只有NHK 那台灣有公共電視 可是我們的公共電視 是靠政府來補助的 那以後是不是會 類似這樣 那就不清楚 那他最主要 然後他這個計劃 他最主要的一個焦點就是 希望透過這個 透過他這個Trile 來看看 我們常常在講說 必是一模特兒 那事實上有一次 我在參加N台灣的一個研討會裡面 他就講到 其實User and Behavior 就是所謂的這個 使用者的這個行為裡面 他其實他就討論了兩點 Inversation 就是你的基礎建設好不好 另外一個常常就是 所謂Killer Application 因為我們公司有 證取到一個科專計劃 他每次去報告 我也碰到主審 因為主審就是一個 中庸大學產經所的一個教授 他就常常問我 裡面的Killer Application在哪裡 而我們這個DBH這個計劃 還算是先起規劃而已 我們還不是做到這個 比如說下一階段的一個 什麼建制計劃 可是他覺得說 你在這個 同一階段的計劃裡面 你就要先想出 你的殺手的應用是在哪裡 我想這句話常常大概 只要參加Semi 應該常會問到這句話 事實上這句話蠻難回答的 因為這句話蠻難回答 是因為你的前面 你發刷血 你究竟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回想一下三機剛 不叫三機 就是大哥大剛開台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人都受不到訊號 有時候走走停停斷斷續續 我記得那時候的一個大哥大 好像是一個手提箱這樣 蠻大的 因為我們公司常出轉播的時候 到外面方交野外 沒有我們顧網化 只要打大哥大 那時候打那個大哥大 也不見得會通 後來再進步一點是 我記得是摩托羅拉 好像黑金剛 也是蠻大的 可是大家也是這樣見 一步一步走過來 可是假如說 真的你要去推停DPBH的時候 我在想 民眾的耐心可能就沒那麼大 因為現在這個 使用者附會嘛 意思抬頭 我進來附會的話 我就要求你的QS要非常好 那我們也把它算了一下 目前DPBH在台灣 可能還沒辦法推 主要原因是 Infrastructure太貴 以我們目前來講 我不曉得DPBT各位熟不熟 數位電視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是有賣一百萬攤 那一百萬攤 那一百萬攤 是不是只有一百萬的收視戶 那就很難講 那是不是一百萬攤 是不是還包含有一點外銷 我在想說 做個簡單的一個調查 我們現在 再做一個各位 家裡面有DPBT SATABOX的請接受一下 沒有 因為我有時候把它算了一下 假如一百萬 一百萬部的SATABOX的話 台灣是兩千三百萬人口 那幾乎二十三個人 就要有一個 那我想我們這邊 已經超過二十三個人 可是沒有辦法 當然我家是有 那 有時候在想說這個DPBT 我們這個電視公司 推得這麼辛苦 可是好像效果是慢慢 慢慢呈現 沒有說一下就呈現出來 可是有時候在想說 DPBH DPBH要推 所以它比DPBT 比較有利的一個第一點就是 今天是 我這個手機業者 他看到這個市場 比如說Lokia Lokia算是我們手機 台前兩名的一個大廠 他想推這個服務 事實上 Anytime Anywhere 這個Mobile TV 事實上也是 後來一個蠻大的主要 那以前是變成現在變成反向操作 是手機業者想要去發展這個產業 那 電視公司來騙 那以DPBT來講的話 是電視公司是門去推 可是呢 民眾好像配合意願不高 那有人是想說 你的content不好 可是你把它歸救成content 也不大對 為什麼 因為 以目前一個類比 電視是6Mb 那我們現在一個數位電視的話 事實上可以切割整 三個圈都出來 那現在人又喜歡看那個大螢幕 尤其是LCD或PDP 其實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是有點不如它的缺點 它的優點沒有看出來 數位的東西 有人說它沒有Noise 沒有錯 看得到就看得到 看不到就看不到 可是除了Noise之外 它的Quality 它的Quality 是不是足夠讓這麼大的螢幕顯現出來 事實上 假如各位看的 比如說看三十分鐘的LCD的話 事實上是 就是 你跟旁邊的 滑壁槓 就是那個滑壁槓的那個 音像管來比較的話 你可能 很不原然說 數位電視會比電視好 為什麼 因為你引發氣會有壓縮 所以現在有人又講說要推HDTV 那HDTV 其實我剛跟有一個學員在聊天 其實台灣推HDTV 所以 以目前的這個APIG度來講 是 有點困難 為什麼 因為它的DATA率不夠大 就是 所謂DATA率不夠大 就是它的質量量不夠大 就是我們目前的調編方式 因為沒辦法做到六四礦 我們現在的電視公司都是十六礦 十六礦 大概只能差不多十Mbps 可是 你假如說要做得更好 大概一個數位電視要差不多十八至九 所以 以 HDTV來講 美規的 HDTV 它是 本身它 8VSP 本身就是 對HDTV來講 就是比較有佔優勢 但是 它的缺點 也就是 DVB的優點 因為它不能做Mobile Recession DVB 它能夠做Mobile Recession 所以今天以台灣的角度說 我記得上一次陳教授有講 其實HDTV應該是在Cable裡面去推 可能會比較快點 但是我今天因為 我是電視公司的從業人員 這一點我不以自憑 不過事實上 他講的並不是沒有到 因為 有線電視是無線頻寬 無線電視是有線頻寬 我想最近話的話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上禮拜我中家的副總講到 一群話 他 從45 他們現在做到550 550到750 又是一個階段 他可以做 比如說 Internet 或做 Cable Modern 再網上 你既然可以做這個話 你就可以做你的 數位頻道 那 反過來講 我們今天的數位電視 就是 以無線來講 無線 是有線頻寬 為什麼 因為他就都給你 你在怎麼去做你的 Modulation 怎麼樣調變技術 你還是 還是就是 幣率就是這麼多 頂多 多個兩三倍 可是我在那個Cable裡面 你看我的頻寬多大 只要是正委允許的話 再加上 它的容量許可 事實上 你真的是 只要不 不卸過的話 其實那個Cable裡面 真的是蠻容納蠻多的一個圈 所以上一次我聽陳教授來這邊講說 因為他也是性能級的一個委員 所以他比較贊成 說在這個Cable裡面去推HTTV 其實他講的是有道理 只是我站在一個 無線電視台的從業人來講 這句話我就爆了 因為我不能上市我的立場 當然每一個 每一個Trial 它總是有一個User 那它的User 它也是有500個 因為有時候 我去經濟部報告的時候 經濟部 人問我 你問你們的User大概是多少 問到這個問題 我就有點打不下來 為什麼 因為你500User 500是手機 那 以電視故事來講 手機 不是我的專業 那 那 500G手機要哪邊來 後來我們是跟他講說 能不能100G 那100G也是很傷腦筋 因為100G還有我們的partner 比如說我們的partner有高薪 其實有櫻花檔 有一次我們找 也找洪基 可是BQ跟我們講 因為現在開一個生產線 我不曉得以前老師有沒有跟各位介紹過 開一條手機這兩千 基本上都要 花回四千萬 事實上我整個project 就是我跟政府申請頂多 假如說 假如我過 它還不過才一千多萬 那我不可能把所有錢都拿去買手機 因為買手機其他人就不要做 所以 這個手機其實是一個蠻 讓人家擔心的一個環節 那 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剛剛有一個學員在問我說 那中環呢 其實中環是這樣子 中環它算是一個 platform 因為什麼 因為目前來講這個平台就是Nokia 那它跟Nokia有一點合作關係 那事實上 以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所有的trile 百分之九十 都是用Nokia的手機 只有百分之十 才用Sudge的手機 那事實上 它的手機 會做得越來越小 我到分場的時候 我問他說 你這個手機是誰做的 那它裡面的一些 比如說它的protocol 事實上 它是有點competery 就是有點專利 也不是專利 就是它獨家 所以今天我們在講說 DPH的時候 有很多人說 不喜歡用Nokia 其實 不是說不喜歡 是怕說 以後你是未來的經濟 效率整個被Nokia拿走 因為今天很簡單 只要是operator 或者說是電視公司 我只要用哪一家的產品 從 比如說的platform 就是 從第一關 我只要把這個video 轉換成IP 這個機器 其實我買哪一家公司的 其實就已經決定了 以後是哪一家公司的可以整 但是正在電視公司 也不能這樣子做 就算說我們在try的時候 也不能這樣子做 所以現在 不管是公司 現在公司它有在發設 最近NCC也提供了兩個評議 好像是 531 還是總共兩個評議 它要釋出來 好像是51圈頭跟53圈頭 它要釋出來 釋出來以後呢 讓大家 就是讓各界 對這個DPH有興趣的一個產業 公司去申請 那它想在北中南 做這個try 但是它裡面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 你要在這try當中呢 你要寫明你的 你要播的內容是什麼 你的營運計畫是什麼 那你怎麼去建制 包括你的財務狀況 所以我看到那一張 那一張它這個公告以後 我想說 你這個就跟建制 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它唯一的缺點是什麼 它NCC可以 你申請通貨以後 經過評比 它給你兩年的時間 兩年以後呢 它這個評要花 又要受委屈 那這樣對 就是說 先期投入的這個廠商 事實上是蠻不公平的 你除了說 得到你的B4 model之外 事實上 你就全都花下去了 就好比說我上個禮拜 參加一個M台灣圓研討會 一個大眾電信的一個副總經理 他在會議中 他就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 工業局補助我兩億多 大家聽到兩億多 大家眼睛都一亮 不容易 所以它是要做一個YMX 那兩億多 蠻多的 可是 後來又講一句話 兩億多不是補助幾層而已 事實上 任何的跟政府機關 在申請這個計畫的時候 都要自籌款 就是要配合就對了 好一點的人 他給你四成五成 差一點的人 比如說是兩成三成 像 中華電視公司 在跟經濟部基礎 申請這個坑端計畫的時候 事實上 他對我們已經很優惠 他補助我們四成 所以我們要說是提出一個 一千萬的划卷 他補助四成 補助四百萬 相對另外一家油台 他就補助一百萬而已 所以他看到我就說 哇 你們這家公司不容易 可是 我們拿得多 我們花得也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蠻多 對 因為我們蠻多委外單位 我們一個委外單位 總共有三個委外單位 我們就花了一百萬 那 因為 跟我們這個 共同執行的都是一些 大廠商 比如說中華電信 比如說高興電子 事實上 真的落到我們公司口袋的 不多 真的不多 但是 中華電視公司為什麼喜歡 願意出來 因為那個事總是有人站起來做 所以我今天也很只好講 在台灣做DVH trial 第一家公司是中華電視公司 所以他這個五百度色 利用這個七七五 他一個 剛剛那個理系的叫SU-22 然後他的涵帶範圍 其實他跟台北是一樣的 就在荷爾基基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都會區裡面 那我等一下有一張圖片 我們來介紹一下 因為 台北 台北是有一個缺點 所以缺點就是說 我們蓋台的地方 他們都在阻止三圓 那當初是為了僵就 其實台灣在發展這個DVH的過程當中 蠻僵就 現有的一個設備 第一個 DVH在歐洲國家都是八meg的頻寬 台灣因為為了要配合NTSC 轉換過來說 所以台灣是六meg 因為頻寬比別人家賺 第二個 他利用這個 株力三那個 基地 來架設機器 事實上在這段時間發展以來 我們發覺一個蠻大的確點 因為你用大炮器涵蓋的時候 對Mobile或對室內接收來講 涵蓋力不是那麼好 接收的程度不是那麼好 所以讓我們想起來就是說 當初大哥大在蓋台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軍國短小 比如說像我一個同學 他是在以前的亞太 他就是說他們的coverage 有些三百五百 或是一公里的 所以最近不是看到 這個很多包裝雜誌在那裡想說 所謂天氣 天氣這麼多大家都會怕 其實我想各位要是 具備電池的概念不到 其實我是覺得不用這麼擔心 因為只要你所在地 你的大哥大的基地台 比你家還高 就是你租住的地點 附近的大哥大基地台 不是比你家低 其實都ok 所以有的人在講說 像我們學校 我是大同學 我們學校歡迎 我們教徒會講 歡迎來到我們學校 因為我們學校最高十幾層 你就這樣十幾層上去就好 因為你低的話 他會往上發散 他的條面方式是QPSK 那8K 所謂這個8K 實在是有八星的carrier 那因為他用QPS不是用16塊 所以他的bit rate 就只有5.5Mbps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條面 你的bit rate也大 其實你的bit error也更大 為什麼 就是說你在行進當中 所以 中華天師傅第一次在做這trile的時候 我也是用QPSK 就是一個symbol 我這樣講 一個信號他帶兩個bit 那有些信號是帶四個bit 那你一個信號帶四個bit 那你一個信號帶四個bit 受到干擾機會有比 一個信號帶兩個bit 受到干擾機會有比 受到干擾機會有比 所以 在國外來講的話 他也是用QPSK 所以 在國外來講的話 那S1那是single-free-to-chain network 就是單瓶網 那 我也想之前老師 不曉得有沒有見到過單瓶網 其實單瓶網我顧名思義 就是 以前在列比時代 台灣 我想我看電視就可以看到 欸 台北市比如說 11 13 然後再11 他一定要跳平 為什麼 因為列比會 假如說我不跳平 然後用你的頻率的話 會打架 因為 比如說我這次台北花色是 比如說174 我台中間 發生174的話 你為什麼會打 因為什麼 就跟我們講 Rakitalki一樣 我兩個共同頻率 在空中撲腳的時候 兩個會互相抵銷 因為同名會干擾 可是在數位裡面 因為我們台灣採用那個 OFDM 所以 它因為它有一個 Guarding Interval 所以 它可以做一個單瓶網 就是變 因為我只要數位頻率的話 在台灣 我只要用一個channel 比如說 以我們來講 我們593 或599 這樣子 全省 用一個頻率 所以你不用再接收的時候 在我們做 十大八接收的時候 你不要在那邊search 就是 反正走到哪裡 看到哪裡 就同一個頻率 當然東部是意外 我們東部目前來講 還沒有 東部目前還是富便 就是MFN 在賀金機 他這邊 他這邊 他有看到 三個 其實賀金機 跟台北市 差不多 只是說 他不像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算是一個盆地 他是千五谷 所以他比較平坦 他在市區裡面 就有架三個 三個發射 那台北市不是 台北市 假如說這是獨子三個 他就遠遠就來 所以看到這個 就想起一件事情 去年10月 205台北影四起 我們公司在現場 有做一個demo 那真的是 live的demo Nokia Nokia 住北京分公司 有一個工程師來 他碰到我第一句話說 請問一下 楊先生 那你們發射器在哪裡 我說我們發射器在祖子山 祖子山 祖子山你這裡多遠 我說十幾公里 他就有點搖頭了 因為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我看過的 看過華國巴黎跟芬蘭克的經濟 好像還沒有 沒有這個 發射站是距離 這麼遠的 你看他這三個 他除了這三個之外 他還有一個 補系站 就是gap filler 也是像陳青老師上一次常常講的 他有六個gap filler 所以我 我在賀心基單的五天 那我拿那個7710 他一去就出發給我們 不管你在坐遊覽車上面 甚至有一天我們到外海 我們還是看 還接收 效果都還蠻好的 結果看完以後 我才知道 這個工程技術 是不一樣的 因為什麼 因為color 它的信號coverage 會比較好 那我們是才太鬆散了 所以在 我們上一次在台北 我在凱葉飯店 前面 夫有夫有 結果你看我們到三館 三館又是室內接收 那你就知道門檻多高了 老實說根本收不到 可是 我們用那個gap filler 要怎麼辦呢 我只要在裡面加一個發射機 就是 信號從外面 引進來 針對那個頻率 是針對那個ASI的頻率 把它再repeat 然後 裡面有一點門檻 為什麼門檻 那個發射功率又不能太大 太大又會feedback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 你那個接收天線 又離得蠻遠的 為什麼 因為 我在這邊接收 可是你那個發射天線 要離有一段距離 不然 會 會 所以我們那支天線 是藏在哪裡 藏在我們距離 我們那個boost 大概十幾公尺的地方 而且藏在地下 你不能放在上面 你放在上面的話 那天線大家又 又肥瘦 所以三館師 我們做這樣 我們就要知道 事實上 只要 掛一個小小的一個trial 我們就要大費周章 來 各位想想看 假如說真正台北市 不要說全國 只要台北市要做一個dbh的這種 一個trial也好 或lunch也好 事實上 不光是錢 你不光是這個gave field 不光是這個gave field 我看你那個發射機 可能都 要稍微好一點 不然的話 可能台北市要做這種trial 可能不容易 那dbbt 你看dbbt 我們到現在也已經好幾年了 所以最近 南港三 本來內湖地區都收不到 因為 上一次 我們要去測這個 內湖地區的這個 幸好 我們都是利用 三軍半月收播以後 那從我們公司 為什麼要改善呢 我想說 利用我們公司 價格發射機 天線最準 內湖看能不能把它改善 事實上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 第一個是演 第二個高度不夠 不夠高 那當然天線 也不夠高 那power也不夠大 所以那一次我們就 宣布失敗 那最近是因為在南港三 舞台共構以後 那 對戲子 對內湖地區 最近收視了就滿好 那我想這個東西 你要想說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一個新的設備 或是一個新的這個服務 你要這樣 第一個 他又沒有收入 再短時間 要加他 能夠把一發 18全做得那麼好 老實講 真的是要十千 那不曉得根源沒有問題 因為這段是講的是 比較枯燥 那 那 接下來 可能等下說 看個影片 你會 會被比較深刻的 那 因為我知道 會看過一下 各位的那個悲觀 因為有些不是工程抵制 所以 我在這邊就完全不想公視 那希望用一些突變 一些 感情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對 未來一個這個 Mobile TV 或者說 我們的數位電視能夠 更深一步的了解 那 我們 我們 看這個 分散的 parner 這麼多 看到國外的parner 跟國內的parner 比起來 我們真的是差異太大 國外的parner 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政府補助 他們就是為了發展自己未來的一個產業 他們就是為了發展自己未來的一個產業 所以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當然東京啊 出面來這個號召一下 然後他 有這個電視公司 商業電視公司 或者說是公共電視台 還有那個operator 事實上 我們有時候在想說 台灣啊 最有可能的做這個dbh的 不是電視公司 其實在私人做的是 operator 那這個operator 當中 我個人喔 覺得最財大器材的 應該是中華電器 為什麼 因為中華電器在全省的這個 電波 運步 它最明顯 事實上 我在想 他 以 以我們這個國家來講 真的能夠做到說 anytime anywhere 都能夠看到 然後 收到信號的 我想 除了中華電器之外 大概找不到第一家 因為你看 他也有故啊 然後 光牽網路 又是他最多 然後你看 只要是 不管在聖山 或者說 在高山 在地底 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 我實在找不出 然後他 事實上 我對中華電器 不是我對中華電器很有好感 因為事實上 我們的很多project 他們都非常積極 像這一次我們第一階段 目前 大概要幾岸的階段 因為 他已經通知我去 領取這個第二群款 200萬 中華電器蠻積極的 所以打電話給我說 我們現在去看什麼時候開始 可是事實上下一階段 對我們公司來講 是一個蠻大負擔 那我們現在都還在灌亂的當中 因為什麼 因為 你有時候一想一想 就剛剛 一開始我就講 因為主持人常常問到 你的Kill Up 你可以學是什麼 你的階階模式是什麼 可是我也是被他問到這個的時候 老實講 因為我不是讀MBA 我不是讀傷 我不是讀傷的 所以這畫面老實講 我真的沒辦法回答 那雖然說 我們那個 tip裡面有大船的 可是大船的真的碰到這個傷的時候 他有時候也 就是說他的回答 也辦法讓那個叫做便宜 他是 他有時候他這樣講 比如說 我們這個 比如說這個階階模式 我們以後要發展一個 三分鐘到五分鐘的一個新聞節目 他會問你 你這個MBA上是什麼 你有沒有做過調查 你的調查裡面 你的靈魂部又怎麼樣 那你在哪個地區調查 你有別中來調查嗎 那你的一級的成本是多少 那你一級什麼時候可以回收 那你一級要做幾次 事實上我們在做這個計畫當中 老實說 有時候大家要紙上談兵 你不可能吧 因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達到那個階段 你不是真的要去做建制計畫 像我們在第一階段 在做期末報告的時候 我們要提出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 初期計畫的一個 一個總檢討 那當然就是你的總檢討裡面 就是要提到你下一段 下一段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當 當我們把這個報告提出去的時候 他問我這麼多問題 當時講 我一直之間 因為我們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候 你從來不會自己問自己這麼多 雖然 我們曾經花錢去做 做了一些這個民眾使用者調查 我們是用電話訪問的方式 但因為你沒有機器 所以電話訪問的方式 可是教授覺得他還是不滿意 所以我每次想到說 他所謂的QApplication 跟所謂的營業模式 老實講 讓我都覺得說 我在提第二階段計畫的時候 我都有點這個 這個勇氣已經減少一半了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 你第一次去絕對不會成功的 那 不是說我們不努力做 事實上是因為 目前 你台灣的這種 第一個缺滑手機 第二個Infrastructure 不是做得很好的狀況底下 那出租都要錢 那這部分不是 電視公司所有的負擔 所以我是說 我們跟中華電視台講 要不要 換個角度 換你們來 來做主導廠商一下 可是 導致講 像NCC最近公布的 51跟53圈 他真的公布 希望各界都來爭取 可是事實上 那個 某些公司到我們公司來 請求合作機會 那我們公司其實想法很簡單 目前的器材有的就提供你 目前的能力可以support 但是講到要錢 沒有 事實上 在這個裡面最主要的正解 就是在錢 為什麼 你寫銀銀報告要錢 你的財務狀況要錢 你的數位內容要錢 對不對 那你怎麼去規劃 兩年生你怎麼去規劃 而且每個點你怎麼去付錢 這個都是要錢 所以今天是大家合作可以 可是沒有一個人要做主導廠商 這在台灣是比較奇怪的問題 因為目前大家都沒錢 可是我要想說 你們 為什麼不去找中華電信一下 因為是中華電信 因為它有這個大電視 NOD 事實上 中華電信對這個 跨業經營 其實他滿有興趣的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叫 Triple Player Orchester Internet 或是Telecom 其實 以我個人來講 因為我不是有Telecom 其實我對Telecom 未來的程度還滿看好 為什麼 因為每天大家 脫離不了Telecom 我想 台灣就做過一個調查 起碼一個人有一支以上的手機 而且 這個投胎壓滿快的 而且是每個人越買越炫 我在想現在再買一千多塊的手機 幾乎是沒有的 我想像我這種 拿那個黑白的手機 我想還是不要量可數 基本上現在都是 採設手機比較多 那我想我們看到 這麼多的partner 那它裡面 有兩個家是Appleton 在國外Appleton 它是在做信號傳輸 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是自播合一 可是未來 是不是我們第二單瓶網 就是第二個頻率出來以後 是不是很 以NCC來講 這些學者 好像比較偏向你 才自播分 譬如說 你有好的content 你有好的計畫 你有好的規劃 你有好的規劃 事實上 政府可以提供這Eva structure 然後呢 你就來上架 可是 我們另外一個思考問題是說 那 它這個content上去以後 真的能賺錢嗎 Eva structure 真正能夠讓每個user都能夠 不管在Mobile for peace來講 或者甚至Indo Research來講 都很好 這一點 倒是我們 比較需要值得 甚深事的問題 因為 事實上以這個 Mobile research 還OK 可是 以室內接觸來講 好像 還不是做得很好 就是它的那個信號強 就是很夠 那 短時間之內因為 證明要變一算 像這個感染不良地趨勢 證明要變一算 有人在講說 為什麼電視公司不變一算 我不曉得 各位想不曉得 電視公司現在所賣的廣告 都是透過 類比頻道出來的 數位頻道 因為收視率沒有了 所以廣告廠商就不會提供廣告 會造成有惡定的情況 那有人講說 電視公司這個公共財 不能說 因為沒有廣告就不做 事實上電視公司已經 好不容易把三個channel的節目 都已經填滿了 只是說任何東西 都要一段的時間去考驗 要考驗 user 要不要買自打buzz 可是我們到 2010年 應該是講2010年 我們比日本還提早一年 日本好像2011年 才會把列比平定收回去 我們是2011年 才把列比平定收回去 所以在2010年之前 就是99年 現在是95 還有4年 才會把列比平定收回去 所以 很多人也許還在觀望 是不是4年以後 大家再去買自打buzz 那畫腳踝 也許你到99年的時候 假如說第一代沒有 第二代沒有加起來 應該有30個channel 可是我也不曉得 30個channel 是不是能夠滿足目前 我們的Cable 有100多個channel 雖然說 你每次挑選的 就是挑選那幾個channel 在看 有些人是比如說 一看提議的 就看提議 所以當初 有時候在想 我們在想說 政府有時候 他的考量 有時候比較單純 有一次我去幸福局開會 那我說 剛開始這個 在做這個dvp的時候 其實政府不是沒花點 花滿多錢 做滿多的一個造勢活動 可是有 你會覺得說好像 沒有集中火力 有點像散彈槍這樣子 這個單位分給一點錢 那個單位分給一點錢 可是你覺得從頭到尾 好像對一般的老百姓 user裡面 沒什麼印象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個親身經歷 因為我從四年前就是 調到一個企劃師來工作 那他說我會在大東讀書 那我就問我一個同學 我說你們知道現在 有數位辨識嗎 不曉得 他說什麼叫數位辨識 還好 我們需要有教授 因為大東大學就是 DVVT 他們做過測試報告 其實台灣 會從 ATSG 轉成DVVT 是大東大學 就做了一份報告出來 去做一個磁色報告 所以才推翻 本來我們是採用美規 後來改成採用烏龜 因為他是 專門設計天線專家 他就 那時候有Slidebox Slidebox上面 他就有 Buden印一個Marlit 這就是Sweights 所以那時候你看 這個學校學生才知道 有叫數位電視 那你何況是老百姓 那時候大概是三年前的事情 那當然現在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起碼有 賣了一百萬的Slidebox 最近狀況應該會好一點 所以台灣我在想說 台灣發展這個數位電視 大概還有一段路要走 我只希望說這個是良心起患 他第二單名網 假如說 能夠找一點建設起來的話 起碼你comment比較多 那大家就會想說 喜歡這個user的節目 那也許可以脫離 找一點脫離 Cable 可是有這麼樂觀嗎 我個人是不太見得 因為上禮拜到中家去看 其實 我對中家的 我第一次看到中家 那我看到他的這個 智慧頻道 老實說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他不管是在user的界面裡面 就是所謂的EPG裡面 或他的內容 其實他也是follow dvbc 因為他的工程部經理是我的同學 所以我看一下其實 中家他做的其實沒有錯 今天錯的只是說 因為你把類比灌掉 你用你的cable 用你的那個digital cable的話 就是所謂的dvbc 老百姓可能是不是因為要花錢 那站在民意代表立場 他覺得說 好像有點壟斷 要不然的話 事實上那天有學學員會說 我能不能選擇我想要 其實在數位裡面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他所謂數位就是 你就跟你的電腦一樣 我挑選我想要的 你哪個channel is separate 哪個channel我不要看 我可以鎖碼 其實這都ok了 甚至於再高一點就是 他有DRL 你另外互惠 你沒有互惠 對不起 你看不到 所以這個其實 以創業來看 其實對國家的經濟 產業 或者說對青少年分級制度 其實這是ok的 所以他那天 他們那副總也很無奈 他想說 我一直在這樣推 可是好像政府法令 好像沒辦法跟得上腳步 其實不是政府法令 沒辦法跟上腳步 是因為老百姓的這個 口袋裡面 他寢捨不得拿出來 那不然的話 其實數位 對我們來講 未來史其實是蠻看的 所以你看他也有購物頻道 甚至於他的購物頻道 是 他有一個server 講到這個server 我就想起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DVH 這個 變出來的時候 中華電機就提出一個 共產出來 因為那時候 宜霧先生有帶我們去跟 中華電機的賀成 董事長開會 他說你們 你們是帶我們播出嗎 DVH這個 是他們帶我們播出 你們不能把它播出來的東西 存在我們的server裡面 那我們來做on-team 因為我們不能做on-team 可是 他的server可以做on-team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中華電機其實 他是構想蠻好的 為什麼 對我們來講 其實也蠻不錯的 為什麼 你有第二次 對啊 我們還可以拆上個機會 之前 我想我等一下會介紹 之前其實中華電機 對DVH 跟他的三機 其實他們覺得competent 他們是覺得 進能關係裡面是 競爭不適合做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三機裡面 花了蠻多錢 可是我們去報告 以後 這個是蠻可惜的 甚至於 其實在這個project裡面 最賺錢的 應該是upgrade 我下一堂課的 會跟各位介紹 在赫爾辛基裡面 它有這幾個service 你看它有basic package 甚至一個比較好的package 還有paint review 在當地我們在參觀的時候 有人跟我們介紹 其實歐洲人很喜歡看F1賽車 他們當初也提出一個puffage 就是說 我這 排位賽跟live的時候 正在 就是在這個真感味的時候 跟在live的時候 你要不要看 你要看的話 另外付錢 事實上他們覺得說 當初這個try的時候 是蠻多人 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可惜的方式 他剛好我跟他說去看的時候 剛好他 其實他沒有特質 沒有對這個dbh 事實上 在後來的一個調查當中 他覺得說dbh其實是有點客製化 他喜歡輕薄短小 不喜歡這個場面大的 因為基本上像你這個虛擬節目 就不可能上這個 我這麼小的東西 我來看那個 不大可能 也可能是融縮一個精華 所以 經過調查以後 其實虛擬節目可以排不上 排不上他的排名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到這個 他必須第4W的一個角色 那他裡面他有orchester 還有那個operator mobile operator 像這個digital 事實上他是一個傳輸公司 就所謂的歐洲的這個自播分裂 電視公司就只 單純的就製作節目而已 傳輸是一外加傳輸公司 那你另外一個billing 就是收費系統 還有一個做return pass 這個就是mobile operator 所以有時候你把它看起來 最賺錢的其實是mobile operator 為什麼 因為你return pass 他要錢 因為你要打電話 你要去order 你要去booking 對不對 billing 有時候你要 因為電視公司不可能去做billing 就是收費系統 那他是不是又跟你拆帳 所以整個環節裡面 其實要發展這個mobile tv 其實operator最賺錢的 電視公司其實他很簡單 電視公司其實他很簡單 他其實提供content跟那個平台 沒有 那operator 他就是 做這個傳輸列入 或者說 有些地方說是比較不良 他要去做改善 這個大概 我在想 未來大概台灣是走成這樣子 那有一次我也問信物局官員 我說 你們覺得製作分離 一定可以改善目前這個狀況嗎 他給我回答說 他們已經裡面討論了兩年 沒有定論 但是 站在 另外一個思考 就是覺得外國都這樣子 工作都這樣子自封 所以他們想說 台灣應該要做這樣 希望讓更多有理想 有包覆的 或優質的節目能夠上下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之前他們的想法不是 之前是說 為什麼那麼多台要公共化 是因為說channel不夠 可是數位化以後 channel不是問題 是你優質節目 才是最主要一個 我們關注的重點 你現在的 調變方式 你看每一台都可以有 每一個6M的那個頻寬 都可以壓整三個channel 所以這個channel不是問題 而是如果去填補這個 這個channel裡面的 content 才是一個問題 那沒有錢就很難辦事情 所以有些你可以看到 有些台裡面是播一些 把以前舊的片子 拿來再重新包裝一下 事實上它也是有耐 說老實話 雖然說品質不好 因為有人就會問說 不是說數位嗎 數位不是應該很清晰 我說很清晰是沒有錯 可是我為什麼看起來 這個畫面裡面 就有點比較粗糙 你說那沒辦法 因為第一個 它以前錄製的時候 也許是用 不是用Digital beta can錄的 那有些是用beta can錄的 那有些 因為其實很多製作當中 很多環節 你是數位的東西 還是說以前是用類別東西錄下來 那現在在 我這樣講好了 你用類別東西錄下來以後 換成數位去再把它重置 這就叫數位嗎 對不起 不是 因為你的sauce是類別的 所以說你從沿頭開始就是數位 那當然它可以保 保持你的品質一定 那假如說是前面 你只是類別的儲存方式 最後再把它轉靠成數位 對不起 你的sauce已經不好了 你sauce不好 也許 因為我現在的這個數位技術 是可以 把你作為稍微包裝一下 但是你說 能夠跟數位一樣嗎 不會 還是有點差距 會比存類別的好一點 但是絕對沒辦法像 跟現在這個數位一樣好 那這個最後它 它 有一個就是 它58%的這個 Use 他認為說 這個DVH 就是這個Mobile TV 其實我們不要把它 想得這麼想 其實我們把它 稱之為Mobile TV 就是 行動電視的話 其實會變得蠻popular的 在未來 然後他們有講說 一天大概看多少分鐘 30分鐘 其實這個30分鐘 更在 我們在國內做一個 意見調查的時候 其實蠻接近的 那台灣是認為說 我一個月大概可以花200塊左右 就是 比如說 看幾個固定的一個圈 大概可以花到200塊 那另外一個 其實它最主要是 分散 以前 一般人看電視大部分都是固定的 比如說中 一般人都是晚上的去看 可是 事實上 你又是Mobile TV 又不是 Mobile TV 最多 最多人看的時候 是什麼 你等車的時候 Trofit的時候 因為無聊 想要看一下 我現在究竟 沒有什麼即時新聞 所以 講到這個 我們當初 我也曾經去跟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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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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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像是在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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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